和俄国官员握手道别 一旁还有军乐队演奏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17号结束访恶行 启程返回北韩 金正恩此行有吃又有拿 前一天收到防弹背心 六架无人机当见面礼 算一算金正恩从10号出发 13号会见普清 到转往共青城汉海升危 整趟旅途耗时9天 在俄国6天 是金正恩任内最长的一次出发 而从他一序参观 东方太空发射场 共青城逆宗战机 还有海生威的 笔锁金因素飞弹等 不难看出金正恩有意用弹药 换取俄国战机或卫星科技 只是普清会不会全给 又是一回事 这次金正恩大争战防恶 大陆不愿多做评论 可想而知 习近平并不想看到 北韩军力慢慢上升 科技同步关注金正恩后续举动 由于大陆杭州亚运23号开幕 不排除金正恩将借此机会 恢复习近平 另有分析认为 普清可能出席 10月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峰会 若金正恩在同一时间绑周 中俄朝三国就能举行 三边会谈 与新闻中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